那我們今天大概就直接開始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這個學期 就是203年下學期畢業次的PLC 那我們再來今天主要的主題應該是 把重點放在國化教學跟科展 那這部分的話應該是從他們 那我想今天的重點 他們科展每兩部分都只有請那個國一 他們下學期要去參加的未來報告而已 所以再來的話那其他看到的應該都是 但是他們下學期大概有 他們已經組好找到組員 然後他們要做審 我們稍微分析 再來看一下 那今天會有一個同學 國二十二的劉頌恩 因為他從到尾的科展 是自己發現自己做的 畢竟也做的兩年 然後另外一個是黃之一 他做公測系統也做的兩年 不過黃之一也不知道 什麼的因素好沒有大 沒關係我們就從現在的部分 先有一個部分開始 那我們第一場會先有 國二十二劉頌恩 娘 上 tabii başka 我爹 要幫我聽fera 向他 老師 同學 大家好 我是國二指導班 牛松南 我今天是想要分享就是我從一開始做科展 然後就是還有我就是自己未來自己想做的標題 或者是想參加一些幾樣的類型的那種科展題目 我最一開始就是我最一開始做的科展是魔術板塊 那其實那時候是剛上我剛來未到的時候 那時候是屬其不老的時候 那一節課就是數學老師他要我們每個人拿一張白紙 寫下這次我們的暑假作業 我們的暑假作業就是每個人要研究一份科展 要研究自己怎麼報告 然後報告的過程還有結果 那那個時候我會想要選魔術板塊這個題目的話 是因為那個時候其實我剛開始就是玩魔術板塊 從就是我連怎麼轉都不知道 其實到後來就是我可以解出六面 其實那時候我就開始好奇 如果可以解出六面 這件事情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那怎麼樣快速的解出來 或者是可以不一定要用手解出來 我們希望在電腦螢幕上面呈現可以 比方說最佳解最快的解 還有就是其實我這一開始研究的方法 我第一次不會做不太會做科展 那時候我又要研究魔術方塊的結構 把我們家那顆魔術方塊至少幾百年沒動過 我把它拆開 然後就在野中路回去了 我要研究它的結構 那一天我把結構拍下來 之後上台報告的時候我放上講台 告訴大家說 這一個是魔術方塊的結構 我們在轉的時候它有做中心 然後我們要怎麼快速的轉 它第一個結構要自己去 比方說保養之類的 那再來就是你的技巧 然後最後其實我這個魔術方塊其實沒有做完的 因為在我剛要換題目之前 那個時候其實那個我的數學老師 就是給我靈感的來源 就是他在網路上面給我一些 就是跟魔術方塊有關的一些資料 他希望我的科展可以做得更完整 可是它裡面有一個題目叫做魔術方證 下一頁 這是我的第二個科展題目 其實我換了題目是因為 我當初剛打開這個檔案的時候 我其實我其實那時候 不是很想要去理會那些資料 因為我覺得那個時候其實還蠻自大的 我覺得我自己的資料還蠻完整的 我覺得我可以上台報告 然後後來我打開那些檔案 我看到了魔術方證這個標題 我開始去玩它的遊戲 我覺得一開始我研究魔術方塊 比方說怎麼快轉 那世界紀錄現在是9秒18 我非常希望我可以達到那個境界 但是後來我看到了魔術方證 我覺得其實因為我做的標題是數學組 那我覺得其實它和這個組別 有比較大的關聯 而且它也可以拿來當遊戲玩 還有我現在是城市精英班的 一個就是班上的成員之一 我覺得它可以用城市呈現出來 然後所以我覺得它比魔術方塊更有趣 然後我也比較有感興趣 所以我就換了題目 那我做了怎樣研究 就是一開始我在想 因為網路上面我打了魔術方證這個關鍵詞 打出來全部都是3乘3的魔術方證 或者是33以上 我就開始去想 為什麼我會從2乘2開始 我就開始去想證明 就是去想說 如果把2乘2的4格裡面放上位置數的話 那證明說其實2乘2就不會 不會有這個方證存在 我就開始從3乘3開始去找它的解法 4乘4 5乘5 一直到我現在做出18乘18 那後來我開始就是 為了剛出台中市科學展板的這個比賽 我做了程式 我用C++寫出 你寫出只要是基數的接觸的話 就可以用C++放出一個隨機的數證 然後其實最後我的比賽其實是沒有 就是沒有得名 因為有其實我在看排名的時候 有另外一組的標題看我很像 那我並沒有辦法看到它的內容 但是我覺得評審選了他們的話 應該是他們的內容又比我更完整 所以明年我希望 我還是會 我也許還是會以這個標題 然後繼續做科展 那我希望讓我的內容更加完整性 或者是讓評審更感興趣 也許寫出遊戲 也許寫出更好的程式 那其實從就是從一開始做科展 一直到現在我變成程式精英班 然後站在這裡向大家報告 其實一開始有一種只想交差作業的感覺 其實那時候是我的寒假作業嘛 我不是很想認真的做 到後面老師鼓勵我們到別班去報告 那個時候一個早上跑四個班 然後狀況還很慘 我忘記轉檔 然後一次一次的經驗累積下來 到現在我站在大家面前報告 然後我未來想要就是做出更好的題目 或者是內容 然後我的想法其實 其實也不會說我做出來的東西很專業 或者是什麼 因為老師一直在從頭協助我 我之後我希望我可以靠自己 然後把這個內容更加 讓這個內容更加完整 或者是像我的夥伴們 他們也在旁邊一起陪伴我 我其實我的想法很簡單 我就只想要讓就是一開始 像我們剛開始說我們要公假出去報告 那時候還有學務處的老師告訴我們說 你們為什麼要公假花那些時間做那些事 沒有意義 我希望用我們的內容 我們做出來的科展 可以改變他們的想法 我們希望讓他們知道 就是我們做出來的東西是有成果 而且我們未來想要走這條路 下一頁 那其實我所謂我想要改變他們的想法 其實我現在並沒有一個具體的做法說 我未來一定會怎麼做 一定會達到什麼樣成效 但是就是至少我們現在會好好的努力 然後讓就是科展這部分 像我們現在學校也有科學的記憶班 專門做科展的 只是那個什麼 因為我們當初我們在做題目的時候 做出來 比賽結果出來 真的就是 其實科展經驚班得獎並不是很多 那其實有時候我就很好奇 就是他們是專業做這個的 可是有時候我就會去想 為什麼他們沒有辦法得獎 或者是我們入圍了 我們努力了 為什麼沒有達到就是目標 我想要去研究這部分 讓我們的內容更加的完整 OK 那就是 就是特別感謝 就是一開始給我 要想要做科展 這個靈感對 那個數學老師 還有我們基因班老師 總是就是常常給我們一些建議 幫助 然後就是現在各位在台下的老師 聽到我們的驗受的成果 進入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